元帅 辽君似乎正在集结大军 有进攻之事 跟我冲 现在杨宗堡有消息吗 没有 如此小小的迷雾 便能歼灭宋君 此乃上午 十大骑阵的天门阵 其中之傲妙 太后已看遍朕 傅帅 都怪害了太过轻敌 倒是此以往军 少云惨重 还请傅帅责罚 宋君主力 已被老夫的天门阵 尽数剿灭 我们若能踏后全身 那孙心便在无力抵抗 从此这天下 就是我们的了 这一役 代价实在太大了 爹 您真的很心智天下于福顾吗 我沐宇 永远都不会为那个皇帝 上战场 寨子忽然烟雾四起 最后云雲就变得疯狂 此烟雾 只纳让我们与辽君交战时 所见无异 又是辽君所害 父亲 你也想带着沐家子的地 上战场 击杀辽贼 为我沐家寨 报仇 殿能官一役 由沐贵 屁股发帅 三军将士 举听其号令 出张 着急 我沐贵 等会 我沐贵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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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